醫生 我也想問一個問題 如果激光矯視的技術這麼先進 為什麼這麼多眼科醫生會有空 其實這個問題很有趣 因為病人想做的需要性 跟醫生想要做的需要性有些不同 就像一個美容的顧客 他問一個美容醫生 或者整形醫生 為什麼我可以做整容手術 為什麼你不做 其實是一樣的 其實他是看病人的需要 矯視一種手術 是一個不必要的手術 即是他不是一個你有病 你不做是看不到東西 所以在醫生的立場 其實是去提供一個方法 去令到他可以有其他選擇 除了戴陰型眼鏡或者戴眼鏡之外 所以這個是一個 當然他比起陰型眼鏡和眼鏡的優點與缺點 其實激光矯視有一個好處 真的可以令到你不用再找眼鏡戴 水上活動來說可能會方便很多 甚至你日戴夜戴陰型眼鏡 會有機會有角膜潰壤 或者戴得很髒 有其他情況 但選擇這些情況會改善 這些是一些好處 所以其實我會覺得 其實也有眼科醫生是做手術 也有眼科醫生給人做手術 其實很視乎那個人 作為一個病人 他覺得激光矯視幫到多少 而不是人做我也做 我想這個是也反映到 不要跟風 不要人做你又做 你是要適當覺得你自己適合做才去做 這個才是很重要的 明白 就是看個人需要 沒錯 好